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项不可承受的灾难 沙利文回顾王沙曼谷会谈时说 固满了地雷 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做不死 做了早死 这句话为什么特别适合 用来形容美国跟台湾 视频天下关注天下 首先时关世界 欢迎回来 大年初五惊吓海域 发生了台湾海巡船 与大陆快艇追撞事件 大陆快艇翻船 造成有两人死亡 而此一事件 大陆官方要求台方查明真相 严惩相关责任人 并表示从不承认金门有限制 及禁止水域的说法 大陆将在相关海域 进行常态性巡航 果然不数日 台湾的一艘观光艇 在相关的海域 遭到了大陆海警登艇盘查 美国对此一事件高度关注 呼吁北京克制 与此同时 《环球网》报道 美国将是无前例的 把全部11艘航母中的5艘 部署在西太平洋 向中国展示实力 此前也有消息指出 美军将入驻金门两栖战斗营 台湾媒体宣称 在美国2023年度 国防授权法实施之后 从今年开始 美军顾问可能会常驻于 金门及澎湖地区的台军单位 接下来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绿色被雷帽 可能会抽掉一部分的人员 入驻台军部队 执行训练任务 另外在1月26及27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和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在泰国曼谷 进行查达12小时的会谈 到2月16号 王毅又和美国国务金布林肯 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晤 短短一个月左右 围绕着中美关系和台海形势 竟发生了如此频密的事件与信息 所以石先生 对此您有何评论与观察呢 没错 就像你刚刚前面所介绍的 就短短这一段时间春节前后 中美之间也好 两岸之间也好 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信物跟事件 感觉上一大堆吧 千头万许 但是也正因为千头万许 如果您能把那个头跟序 能够找出来的话 整个事态的发展 全貌跟脉络 也就比较容易能够看到了 是 您说 千头万许 这个头跟序又该怎么来找呢 因为我个人观察呢 有两条主轴线可以看 正好是一个头一个序 一条主轴呢 基本上你就要去看 中国大陆 台湾跟美国之间 三方面是如何互动的 这是一条主轴 另外一个主轴呢 就看中美之间 特别是中美之间 在台海 在西太平洋 是怎么博弈 这么互动的 这两条主轴线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整个全貌 是 您这么一提纲气 果然轮廓就清晰了 那么我们就先来讲讲第一个吧 如何来看中国大陆 台湾和美国 在这三方面的互相博弈 咱们先看第一条主轴线 就是中国大陆 台湾跟美国 我觉得三方面 很长一段时间 基本上都在 搞什么呢 搞什么 所谓的切香肠 切香肠是什么概念呢 切香肠是用来形容 就是占别人便宜 每一次切一小段 占个便宜 但对方一定会生气 对不对 但他还没到生气 爆炸的地步 就是反而被切了以后 有点无可奈何 这个就是切香肠的一个手段 所以三方面都在比赛切香肠 但是你再仔细看 中国大陆切法的 跟美国跟台湾切法 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 在这边是不是可以为我们 分别举例分析一下 比如说美国怎么切 台湾又是怎么切呢 咱们先来美国 美国切香对象一定是中国 一定是中国大陆 是吧 而且它一早就开切 美国是个外交方面玩得很厉害 例如说1979年 中美建交之后 当时签了三个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 建交公报 八一七公报 但是美国就在签公报 同时基本上没多久 它国会里面通过了一个法 叫做与台湾关系法 那明显的这个法 跟三公报里面内容 有些抵触的 这就在切香肠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八一七公报 当时规定的美国对台湾 可以维持军售 防御性武器 但是必须要逐年递年递年递年 到最后就没有 但实际上有没有做到 又没做到 所以这个就叫切香肠 那么再比方说 就你刚刚前面也提到的 美国现在有可能 实际上已经有一部分军人 在台湾内部了 那么有可能今年还可以 派什么绿扁帽什么部队 进入到什么金门 还有澎湖 这也是切香肠 是 那么美方这么不目镜 比有对北京来说 就一再刺激 北京肯定是难以接受 那么北京方面如何来回应 北京呢我觉得 在相当程度上是比较被动的 因为每一次谈到那个 北京不可能提与台湾关系法 因为那是你一国 虽然我不高兴 但是我最多只能提 你要遵守三公报 要落三公报 对于其他就没有了 对吧 就是相对程度上 就是被美国切了一段 那么另外的817公报 那每一次对台军售 有的时候抵触了公报内容 那北京方面当然也就是 抗议抗议抗议 一再抗议抗议抗议 那么现在最近也比较强烈的 就是对于你军售的那些什么 那个什么公司啊 那些这个给予制裁 对吧 确实这些我们也都有注意到 但有一点呢 就是对于最近美军顾问 已经进驻台湾 或即将进驻金门与澎湖的传言 或者是说事实好了 那么究竟呢 这是不是真的已经 我们上面见到北京的反应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 确实北京到现在 我还没反应 但这个问题 其实要比前面的更严重 比什么与台湾关系法 比这个军售台湾更严重 因为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隐忍到什么地方 隐忍到最关键的时刻 作为采取必然 关键行动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 或者口试 所以看来这个切香肠的分寸 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切过头就危险了 也相当是在玩火 而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台湾好了 台湾的切香肠对象 也一定是中国大陆对吧 没错 台湾切香肠切的也很多 但是我觉得切的不是太高明 但他自己切的很过瘾 你比方说一开始后 这个陈水扁那个时代呢 就开始改那个教材 是吧 叫做去中国化 这当然就是切香肠嘛 然后改变对中国大陆称呼 不叫中国大陆叫中国 意味着就中国是那边 台湾是这边 就两边 这个中国VS台湾的意思 再比方说 你知道台湾以前 有很多的公司行号 或者政府部门 通通以中国学校 中国什么什么大学 中国什么公司 过一阵子就把中国改掉 这也是切香肠 是吧 再比方说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 那个什么美军什么 也都是切香肠嘛 是吧 嗯 果然都是切香肠 这一寸一寸一片片来切 那么接下来您说 北京的切法与美方或台方呢 这切法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就来说说 北京的切香肠是怎么切的呢 好 咱们先谈对美国怎么切法 这我就想到几年前 大概习近平刚上台以后没多久 中国就在东海宣布一个 成立建立一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当时美国 日本或者其他国家 很不以为然 但是觉得好像你没什么空的 但实际上十几年过去以后 日本的这个最近有新闻报道 在东海防空识别区 现在中国已常驻 这个护卫舰或者驱逐舰 而且是不是对 所谓进入这个防空识别区的 日本或者美国的飞机呢 进行警告跟驱离 言下之意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 实质上把东海防空识别区 变成一个准领空了 这一个例子 这些切香肠 对吧 然后除了东海之外 还有南海 那更著名了 在2013年到2017年 短短几年时间里面 用飞快的速度 把七个礁填成了七个岛 当时美国也一再地抗议 但现在有什么用 已经变成事实了 对吧 也是切香肠 对吧 明白了 听出来了 这北京的切香肠 更多是靠实力 跟美方与台方 更多靠虚礁 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那么还有别的例子吗 再可以举个例子 除了东海 南海之外 整个第一岛链 其实中国也是用 切香肠的方式 逐步地把美国势力 从第一岛链之外 排到第二岛链之外 就是反介入的方式 这是在我们节目里面 过去谈了很多 总的来讲 就是美国被中国的实力 慢慢慢慢被挤出 第一岛链 也是一堆切香肠 对吧 果然平行的就是实力 那也就是用刀 一片片地把美国影响力 从东海 南海 台海 切到第一岛链之外去 甚至于将来还会切到 第二岛链之外 也就是我过去是这样的 中国首先第一步 要把第一岛链 变成一个护城河的概念 对吧 所以这个形式 继续发展下去 而且不可逆转 那么对于中美 两强之间的博弈 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 好 这是在稍后 我谈到第二个主轴 也就是中美两强的 全球大博弈史在谈 那么中国大陆切香肠 除了针对美国一方之外 也有针对台湾的对吧 对 也针对台湾 我们也可以举一个 非常著名的例子 两年前就2020年 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 中美院的议长佩洛西 坚持要到台湾访问 那台湾也很高兴 然后美国在后面来挺他 结果中国大陆 你来了 你来了我就同时宣布 绕台军演 你一定都记得吧 绕台军演围着台湾 绕台军演结果第一步 就把台湾主张的 所谓台海中线 给根本没收掉了 换句话说 你根本没战略终身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绕台军演到现在为常态化 时不时在举行的 这个对美国对台湾压力很大 因为这个大台线 随时可以变成实际的军事行动 这个压力太大了 对吧 是 这样的切箱厂 也真是够厉害了 而且切得美方与台方 都无可奈何 那么这样说来 最近这一次的 惊吓海域事件 虽然真相至今未明 但是北京已经正式宣告 并不存在 台湾方面一向主张的 有关金门限制或禁止水域的 这样说法 所以看起来这是一种 类似切箱厂的做法 完全正确 所以台湾方面 现在这是 当然这个事件本身还在发展 我们暂时不做详细评论 但从台湾这个角度来讲 你这么一个做法 得不偿失嘛 因为你本身 过去所主张的什么 禁制海域 限制海域 双方面还有一个默契 那么你这么一来 解放军就说 对不起 我根本不承认 有这么一个不存在 所以我就马上来长台巡航 然后来登船领检了 这就等于执行大陆的公权力了 这对台湾来讲 也等于治权的一部分 就被摸收掉了 那中国大陆 美方台方三方的商场切法 是各有不同 但是就结果看来 似乎美台两方都没有占到 什么样的便宜 甚至还有越切越书的感觉 而中国大陆呢 无论是对美方或台方 则是步步的进逼 而这样的形势或趋势 对于中美两强 在与台海交锋 又会产生什么 那个效应跟影响呢 而王毅和沙利文 在曼谷的会谈 又起到传递出 这样的一个关键信息呢 精彩 让我们马上进入的《奇论古经》 欢迎来到《奇论古经》 在春节之前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与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1月26及27号 在泰国曼谷102天召开会议 长谈了12个小时 而在会后 双方同时表示 将在近期内 尽快地安排两国元首通话 而此一会谈引发了 各方高度关注 双方到底谈了什么 是不是已经谈出了 什么具体结果 而未来形势又会如何来发展 先生您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岳分析呢 首先我要提出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角度观察 我认为这次王毅跟沙利文 在曼谷的一个会谈 而且谈的时间很长 一共12个小时 有可能 我判断 有可能是中美关系发展 特别是中美关系发展 针对台海议题 一次非常关键性的 甚至可能是一次历史性的一个会谈 陈先生您这样的一个观察与研判 是相当的具体 甚至有点大胆 您是有什么依据吗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从会谈前的形式 跟过程来看 一个是从会谈后 我们所看到的讯息来看 咱们先看会谈前的形式 我相信很多人大概 没有特别注意到 在这次王毅跟沙利文的曼谷会谈之前 在去年其实有过两次 一次是在维也纳5月份 也是他们两个人 王莎也是谈两天 不过谈了个八个小时 也够长了 再一次就9月 两个人在马尔他 也谈了两天 也是12个小时 你看光是王毅跟沙利文 两个人就在最近一年多时间 就谈了三次 而且都是两天 分别是8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那一定谈很多东西嘛 是不是 更值得注意的是 王毅是现在的外事办主任 他的前任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在还没有现任之前 在2021年跟2022年 分别有三次 也是跟沙利文谈 分别是在瑞士的苏利市 然后还有一个在罗马 在瑞士的什么 也是什么 时间也是两天 而且时间也是8个小时 12个小时 12个小时 我们的图板上面看得很清楚 OK 你这一算就六次了 前后两位外事办的主任 跟美国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连续谈了六次 其中两次是8小时 其他次都12小时 那绝对是有特别值得 关注的事情嘛 什么事情值得那么 常谈呢 而且每隔差不多五六个月 就谈一次 是吧 是 您提到 这双方外交沟层 真的是频密会谈 而且都是常谈深谈 的确是不太寻常 那么但是谈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议题 为什么您的研判 大概率是跟台海 台湾方面有关呢 这个当然 首先要从国际形势 特别是中美两强的国际形势 从这个大部分环境来看 我们知道最近两年 发生什么事情 俄乌战争 对不对 巴以冲突 是吧 红海航行的风险 然后东北亚的形势 这里面每一桩事情 美国都很头疼 这个俄乌战争 现在是骑虎难下 想结束又结束不了 因为面子上也挂不住 而且乌克兰越打越势力 是吧 巴以冲突呢 现在也在那边僵持住 而且全世界的舆论 对这个以色列 对美国相当不利 那美国已经失去了 舆论最高点了 同时还担心 这个是不是能够进步 在中东 扩大更多的麻烦出来 那这背后当然又有 伊朗的势力在那边 再还有一个金正恩 在那边蠢蠢欲动 所以对美国来讲 这三个地方 都搞得非常头疼的事 而且美国发现到 就希望能够 中共能够帮他一些忙 而且这方面 俄罗斯也好 伊朗也好 朝鲜也好 从美国角度来讲 好像跟你中国关系都不错 所以拜托拜托 你能够帮我一点忙吗 所以我相信 这个大背景 跟中美的密切接触有关系 的确也都是事实 那么中俄是如何 来回应美国的要求或期待 我觉得中国态度 基本上是开放的 就是你想要找我谈 特别关心的 你关心的问题 我都OK了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 我最关心的问题 跟那些不相干 我最关心的问题 台海跟台湾问题 换句话说 你要先跟我谈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谈出一些什么结果 那些问题都好谈 那么这些问题 谈不是什么结果 那就很难说了 是吧 所以既然是你主动的要求 你要不要去年 从年头开始 美国就一直在释放消息 说中美元首会 会举行峰会什么等等 中国一直都没回应了 一到最后一刻 在旧金山开爱派会议的时候 之前中国才做了回应 说我们可以 中美两个元首 可以在旧金山碰回头 来举行 好 既然是你如此的迫切 殷切的希望我来跟你谈 那我就直接了当了 所以在那次峰会里面 习近平就跟拜登 直接就对台海跟台湾问题 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 一些立场跟主张 对吧 是 我记得 在那次峰会当中 习近平对拜登提出了 一 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二 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没错 这个非常重要的两条 很清楚 明明白白 对吧 那对美国来讲 你必须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这话怎么说呢 就是我告诉你 我还是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台湾和平统一 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OK 把第一优先的 但是呢 说实话 要两岸能够和平统一 你美国必须要 在这个方面 扮演一定的角色 这个大家很清楚嘛 所以你如果在这边 这个坐在旁边不管 或者是不愿意配合支持的话 那这和平统一的前景 就很难很难实现 那好 如果你很清楚 我和平统一 摆得第一优先 但是现在做不到了 那我就可能采取别的手段了 非和平统一的手段 手段就很清楚了 对吧 那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而且现在 就像我前面讲的 西太平洋的形势 你也很清楚 对不对 我如果采取 非和平统一的手段的话 你有本事 你有这个意愿过来吗 你自己心里明白吧 所以逻辑上 美国似乎也是别无选择了 只能在中方高度期待 以及要求的台湾议题上 来跟北京讨论 没错 这就要谈到我刚才讲的 这个事后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谈到就是 王毅跟沙利文 在曼谷的这个会谈 这个会谈我刚刚讲了 又是两天 而且常谈了12个小时 谈完以后呢 这个双方面的表态 也美国方面表示 很有建设性 那中方方面表态呢 是富有成果 我记得我们以前评论过 就双方面基本都满意 但是似乎满意的程度呢 中方还稍微更高一点 富有成果 这个在中方的外交语言中 很少用这个词了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会谈之后 仅仅三天之后 沙利文又在美国有一场演讲 这个演讲内容才更重要 含金量更大 是 沙利文的这一场演讲 想必是跟曼谷会谈有关的 没错 就是曼谷会谈刚才 二六二七 二六二七刚举行完了以后 三天 就三十号 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 就邀请沙利文去做一场演讲 那当然就希望他专门谈谈 你们这次要谈那些什么东西吗 所以沙利文在这一次 这个演讲中释放出来的 信心量非常大 这里面最重要的重点 首先第一他说 我跟王毅针对台湾跟台湾问题 有非常深入的讨论 我们各自分享的各自的立场 OK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但是在我们讨论这问题的时候 我感觉到不满了地雷 所以这个内容不宜公开 OK 然后他又提到了 双方面因此同意 我们现在谈到的一个什么什么程度 结果必须要交给两国元首 进一步从我电话会议 来进行交换意见 所以听起来这沙利文 短短几句话信息量素很大 您又是如何解读呢 我当然做一些观察跟研判 研判大概有下面几条 首先我注意到沙利文在演讲中 他特别提到 他说我都跟中国方面 就这个中东问题 这个巴以冲突 红海 这个俄乌战争 甚至东北亚 都跟中国方面有意见交换 但是好像都没什么成果 OK 我听了他这个演讲的话 我就觉得好笑 当然没有成果 因为中国方面最在乎的 台湾问题还没谈出这个结果 这方面怎么会有成果呢 是吧 但你要有成果 中国基本上是开放的 我愿意跟你谈 但首先是台湾问题 对吧 那么至于台湾问题呢 我刚前面讲 习近平已经出了一个名牌 有点像将美国的军了 对吧 我希望 严格地说就是我要求 你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对吧 而且你可以扮演一定程度角色 但如果你不愿意 或者不同意 那逻辑上很简单 我只能走另外一条路 非和平统一 至于非和平统一呢 你也不要期待 或者想象 你在西太平洋 还有什么力量跟我对抗 你心里很清楚 我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所以整个形势 这个分析下来以后 我相信 布林肯 布林肯 就沙利文谈谈 他才会有这感觉 布满了地雷 这个布满地雷就好像一样 随时可能发生出话 所以他就讲一句很诚实的话 他说虽然暂时 台海形势 现在目前好像 OK没问题 但不保证未来 不保证未来 换句话说 未来情况 要看上形势的发展而定 所以双方面呢 基本上都觉得 谈OK 也谈出一个具体的 相关的一个结果 但谈不下去了 因为再下去 就必须要交给两国元首 去进一步电话会议去谈了 所以他又讲一句话 这个元首的电话会议 无可替代 就是这个意思 实验室 您的分析与研判 入情入理 所以您对于 这个台海形势的走向 以及这个台湾问题的解决 现在是不是比较倾向于一种 审慎的得观的 这么看吧 应该说 接下来就要看 这个中美元首会议 也许在两个月 三个月以后 反正他们讲 不久将来会进行 那么在这个之前 一定还有很多 比方说 这个王毅跟布林肯有会谈 这个就是比较刺激的会谈 所以我刚才讲 会谈非常密集 谈了一个结果之后 马上就要看下部 你有什么回应 然后马上再找个机会 再简单谈 那就跟长谈不一样了 就比较短的会谈 所以整个形势还要 最终还要看两国元首的电话会议 到底谈什么结果 但整个形势发展到现在 我认为 就像我一开头所提到的 这个王毅会谈 已经是中美关系发展 特别根据 围绕台海一体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就中美在台海交锋上 终于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了 越来越近是关键时刻 而整个形势 就像你刚刚所讲的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中方 占了比较大的一个主动 或者占了一个 相对比较有利的一个处境 当然非常希望 时任生今天的分析与研判最终 而且很快就能得到实现 那么相信这样的形势与趋势 还是超出许多人的理解与想象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到底这关键所在又在哪里呢 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 今天的评说新语 时任生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讲一个比较特殊的词 就是外国人可能一听听不懂 咱们中国人可能大多数人听不懂 我们叫不作不死 作得早死 这该如何来理解呢 讲这句话的意思呢 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了 就是一个国家 就像中国 它在快速崛起了 当然在国际间影响力越来越大 但影响力不光是政治的 外交的 军事的 各方面一样 也包括文化的 甚至包括语言的 这个你比方说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春节前嘛 中国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一个舞蹈叫做坑木山 是 大家都知道 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 风靡得全世界 甚至那些芭蕾舞团 都在那边 都要模仿一下 对对对 反正大家赶时髦 这个就叫影响力 那么同样的文字语言 那情况也是一样 我再举一个文字方面 语言方面的 早几年的时候 我记得中国领导人 有一次在记者会里面 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用了一个少折腾不折腾 这个一般 首先不知道怎么翻译 对吧 第二句翻译过去以后 一般外国人 也未必完全真懂的意思 但是当然要配合一些例子讲 原来折腾是这边 翻得覆去 实际搞没有什么实销的事 后来有一个翻译家 很厉害的 中国一个翻译 他就把翻译成Z-turn 折腾就是Z-turn XYZ Z 不要少了折腾嘛 这就翻译得很好 好 拉回来 我们刚刚讲的 不作不死 现在翻译成英文 现在不作不死 现在很多外国人都懂了 因为他讲了很多历史 什么叫不作不死呢 我想中国人很多 还未必完全懂 作用我的理解的形容 就是说犯贱 本来这件事情好好的 你不去惹他 一点没事 但你一自作聪明 总觉得 结果弄巧成拙 反而自己要付出很大代价 是吧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 哎呦 那个真侠 海域 这个海巡船 台湾的海巡船 就撞了一个船 本来没事 就是撞 那事后的处理 又是一大堆 大家觉得很不合理 没道理 那种延迟 所以大陆方面 就藉这个机会 哪有什么限制 禁止水域 没有 从来不成这套 一个中国 为了证明 所以我现在又在这地方来执法 我要查你的在这个 你的船我就要登船 不是就去检查了吗 这就等于把台湾的公权力 给拿过来了 这台湾当然 从台湾角度来讲 不是损失很大吗 是吧 再敢讲 刚才美国那个例子 这个佩洛西那个例子 也是一样嘛 你好端端地跑台湾 跑这一趟干什么呢 当然他自己可能利益方面 希望拿台湾一些好处了 但台湾呢 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高兴 还希望能邀请他来 结果付出代价 就常态的 这个解放军围绕了台湾 那个军事演习 而且随时可以变成 世界军事行动 这不就要捉吗 为什么不捉不死吗 捉了就找死吗 那个日本当年这个国有话 钓鱼岛其实也是一样嘛 他自以为很聪明 结果呢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 也是常态巡航嘛 所以这些话呢 很适合用来形容 美国的心态 美国的说法 日本的台湾 甚至菲律宾 一定都差不多 都这么一个心态 是吧 不做不死 做得倒是 视频分享 关注天涯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期再会 下周同一期再会 再见 再会